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婚姻中 我们总希望能时时刻刻在对方面前展现出最完美的一面 但是两个人在一起生活 无论如何掩盖自己的缺点 早晚会在对方面前无处遁形 但是这世上人无完人 没有谁是十全十美的 有时努力扮演完美的自己 反而容易让自己挣扎 让别人难受 无论是谁 身上总会有些瑕疵 但是现在对待女人总是太高要求 希望她成为贤惠的妻子 还希望她能为母则刚 于是女人不知不觉就活成了全能 既要做家务又要照顾孩子 其实妻子太勤快不是一件好事 有缺点也不是一件坏事 所以女人别太完美 有以下三个缺点 男人反倒更爱你 偶尔懒一点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布的 中国女性生活状况报告表明 女性每天的家务劳动时间达到2.6小时 妻子以65%的比例成为家务的主要承担者 很多男人觉得娶了老婆就有人承包家务 有人做免费厨师 只要每月给老婆点工资就算尽了责任 一些女人也被嫌妻良母的名声困住 一起之力承担所有家务 生怕让老公做一点事 就会落下一个不会过日子的名声 害怕婆婆说三道四 担心邻居指指点点 把自己累得腰酸背痛 想从老公那里听一句安慰 都是奢望 什么事你都得想自己扛 多少委屈你都自己厌 到最后你发现 身边最亲近的人 也会对你的付出理所当然 你多做点家务没关系 你那么通情达理 你说点委屈没关系 反正你总能体谅别人的难处 老话说 会哭的孩子有糖吃 懂事的女人没人疼 同事王姐在单位脾气火爆 谁也不敢惹她 但她在家就变成了另外一副模样 她从来不做特别累的活 都会让老公来做 家务活自己做一部分 剩下一部分让丈夫帮忙 因为王姐嘴甜 每次丈夫干完活 她都会说些好听的话 有的人认为洪姐太懒 把什么活都推给老公 但洪姐认为 要想自己过得开心舒服 那就需要懒一点 一个女人身上三种缺点 越明显 男人越爱得深 因为太勤快的女人 往往是家里最累 却最不被理解的那个 记得邻居晶晶 就是个勤快的女人 家里的活都让她一个人来干 有一次吃完饭 她让丈夫帮忙收拾碗筷 丈夫虽然口头上打印 睡着休息一会儿再干 转头就跑到沙发上玩手机 晶晶看着桌子上的碗筷 只能自己收拾 当时她还怀孕 挺着大肚子非常不方便 丈夫看不下去 这才起身帮忙刷碗 没想到灶台没擦干净 上面还有很多水 晶晶看到后 当场被气哭 生活中 受到大家重视的 并不是那个默默付出的人 反倒是做得少 懂得发泄不满的人 睡着懒一点 不是把所有的家务都分给她 而是两个人一起做家务 让她也要懂得做家务的辛苦 这样她才不会继续当局外人 偶尔学着懒一点 你做饭 让她帮忙打个下手 你拖地 让她动手扫个地 你忙着擦玻璃 让她帮忙换洗抹布 别像个旁观者一样 坐在一边连句辛苦都懒得说 一书说 什么头晕颠倒 海事山盟 得不到鼓励 都是会消失的 谁会免费爱睡一辈子 偶尔懒一点 主动寻找丈夫的帮助 让他觉得自己是被需要的 让他多做家务 他才更能体会 你的付出和不易 偶尔傻一点 看过一个感情节目 一对夫妻在台上对聚 男人说 无论什么事 我老婆都想插一脚 公司聚餐 打电话问我有几个女同事 跟朋友喝茶 她偷偷去茶馆跟踪我 就连晚上加班 她也要和我的领导 确认好几次 我完全没有做人的自由 女人委屈地说 我做这些 还不是因为关心你 夫妻相处 爱得越深 越容易计较 越计较 越容易争吵 其实仔细想想 留得住的人 无需你费力讨好 留不住的人 哪怕你摘死星星和月亮 他终究会走 甄嬛传中有句台词 不偏爱 懂节制 方能长久 说话做事 不求他全盘接受 点到为止即可 平时生活 你有你的秘密 我有我的隐私 不影响感情的话 彼此心安就好 管得太宽 容易让人心生怨愤 话说太多 总有听腻的时候 当你学会在婚姻里 偶尔傻一点 你会发现 自己的内心 简单了许多 不再为了他的悲喜 而坐卧不宁 也不会因为一点事 就情绪失控 心境简单 就有心思经营生活 生活简单了 就有时间享受人生 人一辈子的 分分合合实在太多 学着傻一点 你的婚姻 就会甜一点 偶尔冷一点 知乎里看到这样一个问题 结婚前后 你们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网友叶子说 结婚前 每天聊的手机发套 不得已准备了两块电池 换着打 现在可好 连每个月18块钱的 最低消费都用不完 刚在一起的时候 两个人尝到了一点 爱的味道 就拼命地付出 想要回报 渴望对方看见 期盼 对方珍惜 把新鲜感当成爱情 提前预知 可真正在一起后 却慢慢变得 无话可说 德国作家 尼娜在《爱自己》中写道 你要过一种 清醒的生活 或者想要变得幸福 你就必须得爱自己 偶尔冷淡一点 别把所有的感情 都寄托在老公身上 太过投注的爱 有时换来的是 嫌弃和不在乎 这世上没有谁离开 谁活不了 家庭很重要 但并不是女人生活的全部 丈夫孩子很重要 但别为了他们而牺牲自己 闲时看一本好书 丰富自己的爱好 既能打发时间 就能取悦自己 忙时专心提升自己 让自己活成一道风景 当你开始关注自己后 你发现 曾经习惯依靠你的老公 开始关心起你的一举一动 以前总是沉默的爱人 开始主动询问你的生活 宫崎俊说 爱不是寻找一个完美的人 而是学会用完美的眼光 去欣赏一个并不完美的人 你可以有缺点 你可以有软肋 当你放弃扮演一个完美妻子 允许自己有这几个缺点时 你会发现 你们的婚姻变得越来越轻松 越来越幸福 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觉得文章还不错的话 欢迎把文章分享出去 您的每一次点赞和转发 都是我们进步的动力 世界很大 让我们在听书阁一起成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